大家好 炒花菜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食 但是有很多朋友总是做不好 最近焯水和直接炒 那样做错的花菜营养容易流失 而且还非常不好吃 今天就教大家炒花菜的正确做法 脆嫩入味 下酒又下饭 做法简单又节地气 您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花菜一颗 最好是买这种三纸的青梗花菜 也叫有机花菜 接下来改刀 先把花菜从梗上切下来 再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不要切得太大 也别切得太小 有这么大就可以了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入味 而且成熟块 切好后装入盆中 放入两勺的食盐 再倒入适量的白醋 这两样能起到消毒和杀菌的作用 能将花菜里面这些残留的虫暖和灰尘 很好的清洗干净 倒入清水 咸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钱的五花肉 增加鲜香味 改刀切成薄片 如果不喜欢吃肉的朋友 也可以不放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准备一些不要钱的青红橡胶 增加清香的辣味 又搭配颜色 改刀切成圈 不喜欢吃太辣的朋友 就少放一点 少许的韭菜清洗干净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没有韭菜的 用青蒜苗或者是小葱都可以 花菜通过10分钟的浸泡 再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将花菜里面这些虫暖和脏的物质 很好的清洗掉 最好是清洗两到三遍 花菜通过这样的浸泡 不仅能够很好的清洗干净 而且口感吃起来会更爽脆一些 清洗至颜色鲜亮水不再昏浊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把锅烧干后 放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热后保持中火 倒入控干水分的花菜扁炒 花菜要想好吃 切切不要焯水或者是过油 一定要通过小火这样慢慢的扁炒 吃起来味道会更香一些 而且去除多余的水分 再吃炒制的时候很容易入味 成熟快 扁炒大概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 炒至花菜稍微收缩 表面有点焦黄 先盛出来 锅中再次放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下入五花肉片扁炒 炒出多余的水分和油脂 肉一定要扁炒干一点 炒至卷去微黄 这样吃起来才香不腻 如果感觉油偏多的 最好是盛出一些 接着放入少许的料酒去形增香 再倒入切好的葱姜蒜 炒出香味 炒至葱蒜微黄 放入少许的香辣酱 炒出颜色和香味 没有香辣酱的 可以放入少许的皮线豆瓣酱 炒出红油后 放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提味提鲜 继续翻炒几下 炒出酱香味 然后倒入颜炒过的花菜 翻炒均匀 把花菜炒上颜色 大概20秒钟 再倒入切好的线椒圈 继续翻炒几下 炒出清香味 再放入适量的蚝油增加鲜味 调味 放入少许的盐 和一点点的白糖 火味提鲜 继续翻炒均匀 化开调料 再放入少许的十三香 增加香味 再次翻炒几下 最后倒入韭菜段 这时候如果是家庭想照 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保持大火 翻炒个三四五六下 炒出锅气 炒出香味 炒至亮油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哇 这颜色看着就很有食欲 只要掌握好这些步骤和技巧 保证让你炒出来 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脆嫩入味 下酒又下饭的小炒花菜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